觀眾朋友好 歡迎回來財經及時透 我是Sandy 哈囉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長 我是李歐 昨天美股上衝下襲 最後由黑翻紅 投資朋友接下來可以怎麼看呢 李歐 好的那我想 你有沒有被昨天的台北股市嚇到 有 所以台北股市大跌嘛 跌150幾點 你有沒有覺得很害怕 好像很快要崩了 你會看不到前景 對 結果你又看到美國股市開盤又跌400多點 有沒有覺得完蛋了 又來了 真的要跌了 可是呢 他竟然利空不跌 什麼利空 就是他公佈那個失業 上個禮拜出領失業就經濟人數嘛 結果又298萬 大家又嚇到嘛 所以開盤又往下跌了 但是收盤 哇 又上來 370幾點 一來一回 漲多少 835 漲800多點啊 是不是真的大家不要不要的 太可怕了 好 但是你看喔 上週出領失業最基金 雖然是298萬人 但是你看這個趨勢 是下降的 連續6個禮拜 是在往下滑的 之前最高是600多萬 畢竟700萬嘛 他一路往下滑 代表說 復工解封之後 大家開始有工作了 所以失業的人數 慢慢的是呈現下滑 雖然過去兩個月 大概有3600萬的美國人失業 那開盤是跌的 沒錯 可是似乎已經有點什麼 利空不跌 利空鈍化那種感覺了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倒球 你看這樣子 哇 像這個 這個符號像什麼 Nike 沒錯 像Nike打勾勾一樣 所以昨天台灣的央行總裁 楊金榮先生 他還說 這個台灣的經濟復甦模型 就有點像什麼 就像這個Nike的勾勾嘛 他說第二季 有可能就是谷底嘛 你看昨天他美國股市 是不是很像 也是一個Nike打勾勾嘛 上演一個大驚奇 好 那從昨天一家公司 他公佈這個數據 那看起來經濟好沒那麼糟 什麼數據呢 就是萬事打卡 他公佈這個去年 跟今年對比的刷卡數量 就是過去幾週 你看這個畫面上 從4月7號 跟去年同期相比刷卡量 是少22% 4月14 少26% 4月21 少15% 4月28 少12% 最新5月7號的數據 只有少6% 你有發現這個數字 開始慢慢變小 也就是說 這些人 他有拿到政府的書 混金 所以甚至於說 他有開始工作了 所以他的這個刷卡 的這個 衰退的這個程度 他就變小嘛 就是他開始有在花錢 有在消費嘛 所以降幅是趨緩的 代表說經濟好像沒有那麼糟糕 所以你看中央他美國股市 萬沙卡就漲3% Visa也漲2.2% 金融股嘛 特別強 然後美國運通 哇大漲7.4% 然後這個摩根大通銀行 也漲4%嘛 那代表說什麼 他們就是主要王道瓊股市 這樣子大漲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他是成分股嘛 所以呈現 幫助整個道瓊 呈現一個絕地大反攻 那台北股市呢 要看誰 台積電 台積電最重要啊 他是我們的全職王嘛 昨天的ADR 開低震盪 收盤 把前一天的黑黑棒 完全收起來了 雖然低點有破昨低 但是高點也過昨天的最高 那漲2.32% 表現是相當不錯 那我們提到嘛 前面有一個多方缺口 他可以說是守住了 他可以守住了 為什麼能守住 怎麼說 大家講說這個 吵得沸沸癢癢的嘛 他說台積電 這週五宣布 你們這是今天然後最新訊息喔 早上4點多的時候 他說這個已經有外媒 事先傳出說 這個有可能會宣布 設廠亞利桑那州 結果我們大家都在懷疑說 到底能不能真的 因為他先前他也否認嘛 他說無具體計畫 結果先早上9點多的時候 不到9點了 開盤 那個8點半到9點之間 他就突然宣布發重訊 他說確定就是花120億美元 真的要去 要投資要落腳亞利桑那州 而且是做5奈米 5奈米 好 所以也是目前來看 最先進製程 那台灣的5奈米廠 預估是第三季 就準備要做一個量產嘛 好 那這個執行上 確實是有點困難 是 因為上下游的整個供應鏈要跟嘛 那一旦跟過去呢 那整個會帶動更多的一個投資啊 更多一個投資 好 那我想整個費半指數 昨天也是蠻強的 也是因為月季線黃金交叉嘛 那月線昨天是撐住 又站回月線嘛 好 那季線也離得很靠近嘛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呢 這個台北股市啊 美國股市看起來表現 都是相對有撐啊 那我們先前給大家一個觀點嘛 震盪5月天 看起來有沒有 真的震盪 還蠻震的人家 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那沒有大漲大跌的時候 就呈現一個橫盤整理 所以看起來幾乎都在原地踏步 但是個股表現差異就相當大 那可以做多到什麼時候 目前看起來多頭趨勢 沒有任何改變嘛 除非我們提到好多次了 爆大量2400億 爆量下殺 或者是5日10日20日均線糾結 而且往下走 那才代表說 這個短多行情會暫告一個段落 好我們感謝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也歡迎加入Leo的LineAd 或Telegram財經及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